南北的秘鲁发生了重大的车祸 一辆巴士行进山区 不慎的驶出了路面 滑落了山坡 最近还摔进了谷底 而巴士翻滚时 把乘客跟行李一路 甩飞在翻落的路线上 现场灾难现场十分广 就难人员必须靠着绳索 垂降到山谷下 才能搜寻到生还者 并且把伤者拖上来 而车祸总共造成 23人丧生13个人受伤 你好 我是宋燕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